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博士史蒂文森教授 他发现人这一世所具备的能力 往往跟前世有莫大的关系 他这个对数千人的调查研究 提供了轮回转世非常有力的科学根据 在史蒂文森教授 他所调查研究的数千数万个案例之中 有一对双胞胎 那么这个姐姐呢 她在学写字的时候 学得非常快 也学得非常好 而她这个妹妹就不行 那么她去探究这个原因 原来在前世呢 这个姐姐在往生之前 就已经学过写字了 而这个妹妹在往生之前 还没有学写字 这个就影响到她这一世的能力 另外呢 像音乐神童六岁的莫扎特 他在六岁的时候 居然就可以写出一部 轰动世界的大型的交响乐 这是许多 可能是学了四五十年的音乐专家们 望尘莫及的 而我自己生活中也有这个经验 我记得我读高一的时候 有一次跟同学经过一间教室门口 当时我听到一阵悠扬的音乐声 我跟同学说 你等一下 这个音乐好好听 我看是什么乐器 于是我开门探了一下 原来是古真 那么当时我心里就立定之下 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之后呢 我一定第一个要参加古真社 我要去学古真 那么最后当然如愿以偿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呢 也是在几年前 我曾经去找会看前世今生的子言老师 当时坐下大概一两分钟 老师就主动的说 你在前前一世呢 会弹一种乐器 老师没有说出名称 但是他的动作 我一看就知道是古真 那从老师口中才解开了 原来我这一世对古真这么钟情的原因 我生活中也有一位小朋友非常特别 有一阵子呢 我经常带一些幼稚园的小朋友 出去郊外大自然去玩耍 那么其中一个小朋友 好几次我开车去接他的时候 他妈妈爸爸妈妈就跑出来跟我讲说 李老师你稍等一下 我儿子马上就下来了 那么刚开始呢 我以不以为意就在车上等 可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以后我发现 为什么每次我要等十几分钟呢 我不是都有线电话跟他讲 我即将要来了吗 所以他应该要准时我一到 他就应该要到门口来跟我会合了嘛 这样才是比较准时的正常 有一次呢 我就跟他妈妈讲说 阿红啊 他为什么还没有下来 都已经等了十五分钟了 这时候他妈妈才非常的 腼腆的跟我说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抱歉啊 我们这个儿子啊 我叫他赶快下来 可是他坚持就是要把法滑金念完 他才要下来 他的儿子几岁呢 那时候才六岁 我才跟他妈妈聊一下他儿子的状况 他妈妈说啊 他儿子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会在三楼的佛堂先鼎礼 会念大悲咒 念完才去上幼稚园 而平常六日如果有空的话 他就会念比较长的经 例如说法滑金啊 金刚经地藏经 我带他们去玩的时候 有三四位小朋友 在我车上闹成一团的时候呢 这个阿红小朋友呢 他就会不小心就说了几句心经 他念出心经的句子 那有几次呢 我就播放了心经的曲子 请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来唱 而他是唱念其中最完整的一位 在这里请问一下 所有念过佛经的朋友 您应该知道 有许多佛经里面 经常有难念的句子 或难懂的字 是不是 但是这位阿红小朋友 他进了国校以后 被鉴定出是一个学习障碍的孩子 是进入资源班的学生 这你很难理解吧 他在学校的国音术 所有的课程都不大能够读得来 但是呢 他读起佛经来却是下下教 这个我曾经问过师父 他的情况是怎么解释 师父回答 这位小朋友呢 他在前世呢 修会没有修到福 在我们出生之前 我们的灵魂已经选择了 一项或多项的能力天赋 陪着我们降生到这人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具备音乐的天赋能力的话呢 不论你几学开始 学乐器都不嫌晚 天赋的能力是源自于 前世的经验跟记忆 而也经常让我们 在这一世 对于某一种特定的事物呢 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渴望跟热情 那么这个也衍生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 小小孩要参加才艺的活动的时候 你应该要多方面给他去尝试 让他去探索 让他去发现自己的热情跟渴望在哪里 而并非用一个强迫的态度呢 限定式的要求他学某一种才艺 例如说 你逼他一定要学钢琴 或逼他一定要学柔道 这个可能只是圆满你父母本身的一个期待 但是却不是这小朋友 他本身的天赋能力 如果你是属于在这一世 拥有比较多前世的天赋能力带过来的人呢 那么恭喜你 你有很多的探索的机会 那么你应该试着可以去选择一两项 去深化他 这样子这个能力会变成你的才华 那么如果你这一世带来的能力没有那么多 那么你就要试着去多接触 多学习许多的事物 凡事走过必留下种子 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 你只要去学习都会 就像种子会留存在我们的阿赖耶事里面 在来世不见得是哪一世会开花结果 会成为你来世的才华 那么一般说来 这些天赋能力呢 他会以以下十种的领域呢 来呈现 第一 疗愈 同理心 教育 逻辑 艺术 沟通 体能 建构 音乐 直觉 一 疗愈的天赋能力 如果你有疗愈的天赋能力呢 灵魂自然会找机会让你用上它 除了医师 护士 牙医 及助产士等等呢 疗愈天赋的能力的人 还会出现在许多选择从事另类疗法的人身上 例如 针灸 及顺势医疗 尤其是按摩 推拿师 那另外呢 像父母啦 老师啦 为了帮助自己去照料那些心灵受创 或不容易发挥潜能的人 这时候也会选择这项天赋 所以这项疗愈的天赋能力呢 它的本质就是复原 虽然他们本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具有这项天赋能力 但是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动力呢 去协助周边的人呢 去完成他的生命计划 第二项是同理心的天赋能力 对许多人来讲 会具备这一项能力呢 往往是过去 也许是前一世 他有非常多的幻灭失败的经验 所以具备了这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 如果你能够善加利用在你的生活跟工作内呢 是非常有注意的 一般说来 照护者类型的人 最常拥有同理心天赋 这让他们能够理解一些非口语表达的沟通讯息 孩子通常会触动一个人沉睡许久的同理心 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我们以为不可能扮演好父母角色的人 在孩子出生后 出乎意料的变成了超级爸妈 接下来是教育天赋 这个天赋能力呢 他的本质是说服 也就是呢 他能够帮助一个人 以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去散播知识 但相对应的危险是武断 以及容易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来传递个人主观的见解 接下来是逻辑的天赋能力 这项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循序渐进合理的思考 并以线性的思考方式来解决事情 这正是科学家及数学家不可缺的能力 许多科学家及数学家都属于思考者类型 他们天生具备这种能力 只是加上这项天赋的运用呢 将使他们的能力更向上提升 逻辑是一种天赋 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 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在 逻辑推演能力非常好的数学领域里都扮演得好 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呢 音乐的天赋 有许多的音乐家都是具备着一个天赋 而他们一旦遇到一个情境 就可以激发出 可以将他们过去式的记忆给捞出来 如果在善家的运用 培养就会变成他们这一世的明显的才华 沟通的天赋 拥有这项天赋能力的人 经常在许多困境中 可以完善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看法 建构的天赋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感到非常的心满意足 即使只是做一顿的晚餐 那么拥有这一项天赋能力的人 他对于把事情整件事情完成 是非常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体能的天赋 马戏团的演员通常是属于创造者或表演者类型 他们会选择这项天赋能力 来帮助自己表演高空的钢索 或者高空千秋 以及任何需要非常灵巧 与协调的肢体动作 才能从事的表演 直觉的天赋能力 这项天赋能力是所有的能力里面最不受认同的 如果你了解拥有直觉的迹象 你会发现周遭拥有直觉天赋的人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由于灵魂世界里的时间是较为流动的 你的灵魂通常会比你的自我意识早一步体会到一些感觉 由于这项天赋的机会是洞察力 如果你曾经见过灵体能早一步遇见事情的发生 或是感觉到某人会遇上麻烦 而且事后证实你的预感没错 那么你极可能也具备直觉的天赋能力哦 艺术的天赋能力 往往创造者最常具备的能力就是这一项 但是任何类型的人只要拥有艺术天赋 都可以创造出优异的作品 就像达文西 达文西属于七级灵魂的思考者类型 并且带有强烈的创造者影响力 他运用艺术的天赋 于闲暇时创造了举世文明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但是达文西毕竟是一个思考者类型 所以他更关注的是科学的探索 而不是成为一个画家 好了 所谓天生我人必有才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既然每一个人都从前世带了一些或多或少的能力过来 只是深浅程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把握这一世 好好地在生根呢 让我们自己活到老 学到老 来增加自己 来世多才多艺的资粮 对 Range 好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